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航姐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 也不怕被人看见 你就让我抱一会儿 就像现在这样 好端端的 干吗突然送我胭脂啊 我听笑容说 你给伟毅 送去了一些很特殊的礼物 你们三兄弟啊 从小一起长大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谢谢 最新的海棠花香 喜欢吗 好香啊 来 我给你涂上 等等 你觉得这里面哪个颜色最好看 这 这 这一个 我觉得这每一个颜色都好看 只要是涂在你的脸上 就没有不好看的颜色 我跟你说啊 你有时候小脸红扑扑的 跟两颗苹果似的 跟两颗苹果似的 特别可爱 那好了 好 太好看了 真的吗 简直就是美极了 那我去看看 嗯 打工工程 去吧 萧北辰 你什么手艺啊你 凌航姐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这是你近三个月 发表的文章样刊 我都给你整理好了 你拿过去吧 谢谢主编 另外专程叫你过来 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看 你父亲的经济著作被解禁 已经可以再晚了 自从我爹被成都军灌押之后 他的书也被列为禁书 一直被禁止出版 我爹每每在心中提及 都觉得是莫大的遗憾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 这都要感谢那位电影明星 郑凤琪小姐 听说她一直通过中央政府 文化部的关系斡旋 才能让你父亲的心血 冲见天日 凤琪 三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爹的书又重新出版了 这次啊 多亏了风气 你知道吗 自从我爹改了星期 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 伴他出来 等他老人家出来了 看到自己的书重新出版 一定很开心 好 睡吧 来 来 北辰 都军 我得恭喜你 你荣升为我们影军当中的 副总司令 也是三军当中最年轻的 副总司令啊 北辰不惨 日后 还请独军多提醒 年轻有为 你是我们老一辈的希望 谢独军 我得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柔柯 你们小的时候见过 现在彼此还能认出来吗 是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才十五岁呢 真是好久不见 幸会 柔柯小姐 这位是三少夫人 卢柯小姐 卢柯小姐 早就听闻三少夫人才貌双全 惠之兰心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卢柯小姐谬赞 啊 再介绍一个 木子政 我新收的义子 她是我的都办营物处总管 负责练兵的是我 木子政 子政 见过一下 萧三少和三少夫人 两位好 木先生 木先生能够当上 都军的义子 想必是才气过人 三少客气了 您的赫赫威名 我早已如雷光 好了 今天是美好的晚上 诸位 舞跳起来 酒喝起来 大家随意啊 谢谢 军军 谢谢 如果我告诉你 我被调离北心 全是拜萧北辰所赐 你会怎么想 你说什么 你不会相信对吗 你刚才明明说的是 青年会交给你的任务 是 但那背后全都是 萧北辰在捣鬼 我刺杀康庆雄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一直派人暗中 盯着我跟青年会的一举一动 他一早就知道 我们要买船瓶 去南下救你的父亲 为了拆散我们 他找到雍哥 用我的性命威胁雍哥 将我调走 不可能 不可能 杭姐 萧北辰根本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穆先生 在这儿聊天呢 是 是 不知为何 我与三少夫人 很是投缘 杭姐 走吧 好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杭姐 又来了几个太太小姐 我都不认识 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为什么走 三少心里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想跟我抢杭景 你怕了 杭景 是我明媚正确的太太 我夫人 我怕 小北辰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样卑鄙的手段 逼迫杭景嫁给你 我一定会让他重新回到我身边 这一次 我会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 杭景心里的那个人 是我 行 试试 几个小的家庭 你怎么能做 我 没有 我 没 没有 我 我 不 你 我 过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没有 是穆子珍告诉你 我调他离开北县的吧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 我依然会这么做 所以你是承认了 梁航警 人在感情中都是自私的 我没有拿枪敌着他 是他自己选择要离开的 你以为当天 你跟他两个人一起南下 真的就可以救得了你爹的命吗 所以你就替我决定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差点害死穆子珍啊 你看看你 他一回来 你就变得如此不理智 我就检查找他 嗨 感人 试そして extra cảm 劳福 吳